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带着我嫁给了爱情与财富 我曾经问她能不能为了我别跟爸爸离婚 她回答得特别干脆 不能 这是我的人生 我不会因为任何人牺牲自己 希望你也一样 虽然妈妈的新家很奢华 肌肤对我也和蔼有分寸 但我还是喜欢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尤其是爷爷 对我真的很疼爱 我早晨哭着不要去上学 他就会像承诺的那样 爷爷在校门外陪你 哪儿也不去 我晚上要听故事才肯入睡 不在爷爷家时 爷爷计算着我回妈妈家住的日期 用录音机录好让我拿回家里听 后来爷爷病重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他坚持每晚在医院的走廊里 给我录了石盘装满故事的磁带 每个故事的最后 爷爷都说 爷爷 你要坚强 要独立 要有能力 这些东西是谁也夺不去的 我八岁那年 爷爷走了 连同鸭鸭这个乳名 再也没有人叫过 从此 我只是李莉 妈妈在爷爷葬礼后 对我的赠言更是特别 我不可能像爷爷那样对你 我爱你 但我更爱自己 事实上妈妈也是这么做的 继父和妈妈的生意很忙 更多时候我在家里 只能见到继父的女儿孙晗 和保姆齐阿姨 孙晗比我大七岁 一父一母的两个女孩 生活在一起 当然会有心理上的隔阂和防备 但继父与妈妈 从不刻意培养我们之间的感情 一父处成什么样 听天由命地洒脱 而且他们也从不忌惮 在我们面前秀恩爱 继父很爱妈妈 是那种无论他在事业上 有什么想法都率先支持 然后出谋划策的赏识 记得特别清楚 以前跟爸爸在一起 妈妈一出门去谈生意 爸爸就火猫三丈 说这个家早晚都得散 但继父不一样 他给妈妈建议 鼓励他把事业做大做强 他总说 这个家里的一切 你都可以拿去试错 人生短短几十载 必须活出能力的上限 拼就完了 继父是做国际贸易的 经常世界各地的跑 妈妈稍有时间 就跟他出国 长见识 但从来不带我和孙安 他们说得很清楚 我俩都忙 只能边工作边享受点二人世界 你们想看世界可以 靠自己 想走多远 取决于自己的能耐 这个重组家庭 给我上的第一堂人生大课 就是边界感 我出生在1985年 是彼时班上 为数不多的父母离异的孩子 有一次老师无意 说走了嘴 我单亲的身份被曝光 有些女同学在卫生间里摇耳朵议论 我回家告诉妈妈 以为会得到她的安慰和劝解 但我想多了 妈妈当时的话气壮山河 我只是离开一个不合适的人 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没做错什么 你呢 多看点书 多长点见识 以后多挣点钱 少想没用的 别人说什么你管不了 你能管的就是让自己 别去在意那些闲言碎语 然后她就拿着球包 跟继父去打高尔夫了 更离谱的是 妈妈那天夜里十点半才回来 她破天荒地敲我的房门 不是来送温暖 而是对我说 白天有一句话忘说了 别匮乏 别自卑 想要的东西自己去争取 弱者才没事猜测别人怎么看自己 强者都活给自己看 没时间关心别人怎么说 后来我也见过很多离异父母 但没有谁像自己的妈妈这样 嚣张自洽 问心无愧 同在一个屋檐 继父的女儿孙涵 成绩优秀 并被保送至大学 后来她又朔博联读 成为高科技人才 而我从来在学习中找不到任何自信 倒是对吃喝玩乐 无师自通 别人家的孩子 家里来客人都让孩子表演钢琴 舞蹈唱歌这些才艺 我呢 一听说妈妈要在家里招待客人 茶花烘焙煮咖啡 见风使舵的营造氛围 用妈妈的话说 公主的身子却长了一颗 丫鬟的心 天生伺候人的命 但继父却反驳 这叫服务意识 这一行做好了也很了不起 继父的话为我懵懵懂懂的人生 似乎指明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 高考时 我最终因为文化分太低 而与异校失之交臂 面对无书可读 继父和妈妈建议我出国留学长见识 就这样 我带着妈妈给的七千欧元 远走英国 当时妈妈还叮嘱我 你十八岁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钱 以后的人生就全靠自己了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七千欧元 除却学费安置费所剩无几 远在异国他乡的我 只能边攻边读 刚开始英文不好 只能打一些最廉价的攻 最难以为继的时候 向妈妈求援 他说 我要是你就把自己当成孤儿 并且顺道又说了一句 你如果还有点自尊 就大声念念十分正常 出生日期 算算自己的年纪 然后掐死想打电话 给你孙叔叔的念头 所以我选择了保留自尊心 没有再给任何人打电话 包括亲爸 他后来造婚 娶了一个带着儿子的女人 过着不时 要为钱发愁的普通日子 为了防止我回来挣家产 女人提出将爸爸的房子 落在他儿子的名下 爸爸当年跟我说起这件事 与其是亏欠的 小丽 她人不坏 对奶奶也很好 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对爸爸说 你只负责把自己过好 不用考虑我 将来我会靠自己 拽下石套这样的房子 我不讨厌说大话的人 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用吹牛 来保护自己和别人的自尊 后来 每次跟爸爸联系 爸爸的妻子都无比紧张 我索性对爸爸说 别让你的女人活着不安 咱爷俩没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 我们妇女间对彼此最好的爱 就是互不打扰 那些年 妈妈嫁得很好 也干得很好 但这些跟我其实都没有关系 在英国毫无后援的我 从刷碗干到点餐员 再到小主管 后来又做过导游 与师兄合伙开了一家留学中介 曾经有一个学期的时间 我是靠吃零七食品度日的 留学了几年 我只回过一次家 不是不想家 而是舍不得来回的机票钱 有一次因为吃餐馆 丢掉的过期食品 而引发收中毒 幸好房东发现将我送到医院急救 那时候真想妈妈 可是电话打过去 妈妈特别理智清醒 原水解不了尽渴 你多保重 另外 如果你出国 只是为了吃国外的剩菜剩饭 那何必出去 那时候真恨他 直到后来如愿考入新仪的大学 并且摸清门路 跟师兄合伙开留学中介 赚得第一桶金 在伦敦最高档的那家餐厅 吃了人生中 第一次最正宗的西餐食 我感谢妈妈 人的独立意识 与自我爱戴 很多时候其实被逼出来的 也就是在那一刻 我有了人生中 第一个最重要的醒悟 爸爱妈爱都不如自己爱自己 失败者 他把自己的不如意 找人背锅 2013年 我带着50万回国 学传媒的我 一边工作 一边创业 先是继续做留学中介 后来又开了一家咖啡馆 可想而知 当时真的是忙到 恨不得一天可以有72小时 什么一边扎吊针 一边写方案 这种事情我都干过 创业者会遇到 9981难 也都经历过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充给自己看 我的第一个男友陈刚 就是开咖啡馆认识的 作为富二代 他在我咖啡店旁边 开了一间红酒坊 白天卖酒 晚上开沙龙 他对我亲自动手 装修咖啡馆这件事 先是好奇 后来又有点震惊 然后就每天打卡式的 来店里围观进度 并给我做小工 咖啡馆 开夜的那天 他和朋友送来 整条街的花篮 还把他拍我装修的全过程 做了剪辑 发在了朋友圈 配文是 见证了隔壁咖啡馆的 从无到有 从今年起 向全世界宣布 我要追老板娘 陈刚是一个热情直帅 带着几分天真的大男好 我们很玩的来 旅行高尔夫 在红酒坊 或者是咖啡馆 搞各种活动 但两人之间唯一的分歧是 陈刚不能理解 我疯狂地赚钱 我们的很多次约会 都因为临时有工事而取消 在爱情和事业之间 我永远会把事业排在第一位 有一次我们留学中介 搞年度宣传活动 而这是陈刚最好的哥们 从澳大利亚回国 他希望能和我一起全程招待 但我拒绝了 那次陈刚冲到展会现场 把一张银行卡拍到桌上 这些钱算我的 补偿你这几天的营业额 十倍不止 现在可以牢房姑奶奶 少点陪我了吗 我二话没说 直接把卡摔到了陈刚脸上 然后把他赶了出去 那件事之后 我决绝地跟陈刚分了手 我们不合适 无奈的是 他在动用各种手段 挽回感情无果后 竟然以绝食的方式 把他爸妈给掰了出来 他父母真的是生意人 先是动着以情 说从没有见过儿子 如此喜欢一个人 然后小着以前 初次见面便跟我交家点 大意是 如果我跟陈刚在一起 他们可以提供多少赞助费 用于我们小家的建设 跟刚子结婚后 你一个女孩子 就不必这么辛苦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前职 如果想做事 我们可以投资 赚不赚钱不重要 你喜欢就好 真是哭笑不得 我跟陈刚 继续谈恋爱的打算都没有 他们居然已经想到了结婚 或许放眼周遭 想嫁到成家的不止一个脸 很可惜我喜欢钱 但我更喜欢自己赚钱 如果想当巨婴 我18岁那年死皮赖脸的 靠妈妈和继父也是可以的 何必吃了那么多苦之后 去别人家当寄生虫呢 好在我也是见过一点世面的 知道没必要 去伤一对老父母的脸面 我简要说了自己的经历 并委婉地告诉他们 因为独立惯了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 我妈请吃饭 我都会不安 想着立马还人情的人 这是病 但这辈子可能很难改了 所以我没福气和成刚 一起坦然享受 父辈奋斗的果实 谢谢你们如此看中我 对不起 我接受不了 那场恋爱开始得很甜蜜 结束得满城风雨 有人说我对成家 狮子大张口 有人说成刚发现 我情势很乱 有人说我脚踩几只船 舆论对一个经济实力 不如成家的女孩子 很不友好 我也有幸见识了 那些平日对我极尽恭维 背后却在为我 传闻添油加醋的人 难过吗 愤怒吗 是的 但从那些嘴脸里 其实也看到了嫉妒 有句话一直在支撑我 如果你跑得慢 周围就全是闲言碎语 如果你跑得快 听到的只有风声 我最该关注的 就是让自己跑得更快更好 2017年 我再次跨界开始做电商 对赚钱我一向敏感且执念 而像我这样一个 钻进前眼里的人 用我妈的话说 事业运不错 但爱情运极差 或许吧 继成刚之后 我又谈过两次恋爱 但最终都成为无言的结局 这两人是我喜欢的类型 成熟稳重 且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很优秀 可是第一个 一直希望我不要这么抛头露面 包括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应该持哪种气质 他都会干涉 而第二个呢 特别好为人师 我努力赚钱 他说我缺乏安全感 我喜欢高尔夫 他就说你得静下来 潜心钻研中国茶文化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刚开始被我的独立特型吸引 而等到谈情说爱时 纷纷想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我 但他们都看错了 我的灵魂比他们想象的 更加坚定和倔强 难以驾驭 而经过他们 我其实成熟了很多 自由单亲 我比谁都渴望爱与陪伴 可是找到一个喜欢我本源的样子 从不曾试图改变我的人 很难 所以如果找不到 就先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吧 想通这件事后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 所以这些年 一直去爱着我 在爱自己这件事上不遗余力 成年后 我每年都给自己放假两天 去打卡各种主体乐园 让自己像孩子一样开心 有时去爷爷的墓地 买上他最喜欢的茅台 和他边喝边聊 有时直飞英国母校 跟导师喝个下午茶 童年超级喜欢小猫小狗 父母不让我养 后来我自己的房子 装修好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买了两只法豆 并与他们相依为命 我喜欢车 人生目标是第三年 给自己换一辆新车 目前基本实现 曾经匮乏的 我都一一补偿 甚至超额给了自己 从物质到精神 如今 我以35岁的高龄 依然像18岁时一样 每天只睡5个小时 每天不是在赚钱 就是琢磨的怎么赚钱 以及如何犒劳自己 我知道很多不熟悉我的人 并不喜欢我 觉得我活得高调 又转又用力 又不讨喜 但曾经的经历 让我活成今天这副 百度不清的样子 我曾经对自己说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重要的是认可自己 就在前几天 我妈跟我通电话时问 闺女 你是不是挺恨我的 我对她实话实说 谈不上恨 小时候挺怪罪的 但这么些年 一路靠自己打拼过来 好像也没什么时间 抱怨什么的 一直享受当下来着 我妈听了哈哈大笑 小丽 妈妈其实挺为你感到骄傲的 我心安理得的 接受了这份表扬 嗯 我也是 上周六 咖啡馆举办了一场 心理分享会 其中一个女孩 在接到妈妈电话后 失控了 当着很多陌生人的面 说起自己爸妈虐而作的婚姻 带给自己的伤害 没想到 继她的控诉之后 现场很多人会敞开心扉 想恕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之痛 果然 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成年人 而这些伤中的致痛 有80%来自于原生家庭 这也是我将自己的故事 合盘拖出的原因 出生这件事最为身不由己 控诉 于事无补 这世上我们能够改变的 从来都只有自己 所以 莫不如 及早地放下期待 哀怨与甩锅 把能量聚焦在自己身上 努力争取别人 夺不走的东西 比如 真钱 思维 身材 快乐 以及讨好自己的能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动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